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为大家读孙子兵法 原文是法者趋至官道主用也 就是为将者的大部分的工作是制定军法 道天地将法无件事,法被排在了末尾 一般人都不太重视,简单以军法严明来去看待它 事实上这条技术含量太高了 为将者的大半工作都在那 真正打起来可能也就那么一回事 曹操作解说趋至不趋番至筋骨之之也 官者败官之分也,道者良路也 主者主军费用也 也就是趋制是组织架构,部队编制,指挥系统 官道是人事制度,主用是什么呢 物资管理和财务管理 法是法管理,也就是管理之法嘛 现在把这个企业当中把管理作为了一个专业智慧 现在管理区其实就是脱胎于军队的管理 一个组织架构技术含量就已经很高很高了 比如现在搞一个企业,公司大了 管理就跟不上,就会崩溃 业务发展的快了,组织架构就经常挣不明白 到处就是各种莫名其妙的编制 每个一段时间就要搞一次组织变革 搞成功了,获利奔发 搞不成功,那公司就会趴下 你看今天我们国家有很多改革领导小组 其实也都是这种方式 金融领导小组,经济什么领导小组 就是趋制,官道,主用都有变化 用跨部门的组织协调机制来去推动组织的变革 我们常说一个英雄应该有雄才大略 张学良,东北少帅 曾经评价他的父亲张作霖和蒋介石 当时的国家领袖 他说他的父亲是一个有雄才无大略的人 而蒋公是一个有大略无雄才的人 说张作霖还一带雄才 但是没有政治高度 蒋介石呢,有政治纲领 但是呢,才干也会说一些 人文,凡此无者 将莫不闻,知之者甚,不知者不甚 道天地是大略 建合法则是雄才 能组织动员,驾驭,推动这个组织的变革 我们看成功的企业家都是有雄才大略 并且雄才大略都兼备的人 而雄才明显又比大略更重要 因为大略可以问别人啊 你得请公公啊 而雄才只能在自己身上 你只有雄才没有大略也可以成为大企业家 如果你只有大略而没有雄才 在古代只能做个幕僚,做个谋事 今天可能也就适合做一家咨询公司啊 历代开国者都是雄才 君主和大略谋士的黄金大道 比如说刘备和诸葛亮 朱元璋和刘伯温 刘邦和小和 人文,故交之一既而所其情 对以上五件事啊 道天地将法进行比较 有七个方面 第一是祖书有道 哪一方面的君主啊 更有道 祖书有道前面就说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令民与上同意 要上下同意 这就共享胜利果实 对于民众啊 政策得当 对部下舍得封赏 历代的住家 就住戒孙子平马的人 都拿韩信 在刘邦和项羽之间的做出了选择 来作为这一条的住戒 叫周书有道 故事是这样的 刘邦问韩信啊 你怎么不跟项羽啊 而跟我呢 韩信说 项羽对人民很残酷 对部下不舍得封赏 大印刻好了 那个将军印 在手上摸来摸去 还连边角都摸 原来还不舍得拿出去 恨不得再把它收起来 你看刘邦 主公 您就不是这样 您对民众 约法三章 对手下 封赏放全 刘邦舍得花钱 是没得说的啊 他闹革命 其实天下也是别人的 他怎么开支票 都是别人出钱吗 不过刘邦对于自己 已经到手的钱 也不好 陈平啊 帮他干了很多脏货 去收买地方的将领 刘邦向来是随便花钱 没有预算 最后取得胜利也是一样 宣布政策的时候说 获得项羽首级者 风万户后 项羽自我无疆的时候 看见包围他的人当中 有一个原来是他的故乡 后来改投了刘邦 这个人叫驴马同 他跟他说 驴马同啊 你是我的老朋友了 我的人头就送给你了 手腕抹了脖子 驴马同旁边人可不听他的 上去就呛尸 最后有五个人 一个人割了一块 当然刘邦呢 开始争攻 刘邦根本不问 到底是谁是谁 是谁割的他的头 无论人 共同风 忘乎后 这件事就结了 刘邦的道是对手下 激励即使上非常有道 对于民众政治上有道 在政治上他更是甩开 这个项羽计条节 刘邦最先攻下清国 他财宝也不拿 然后呢 这些美女啊 宫里的一些 这个宫女也不去灵性 没有住清国的宫殿 而是封存 府库还 还军大上 去把这个军队撤到 宫城外 给秦帝人民约法三章 法令就三条 叫杀人者死 伤人者刑 即到底罪 其他秦国的严刑军法 一概非除 所以秦帝的人民 非常爱戴他 到最后 楚汉相争的岁月当中 他始终得到了 关中大后方的权力支持 项羽呢 相比之下 他赶走刘邦之后 还把这个引兵图城 图咸阳城 之前投向他的秦王子英 刘邦没杀 项羽发而把他杀了 财宝美女装车运走 还一把火烧了秦国的宫师 那个俄房公 大火烧了三个月才熄灭 那个地方已经平定了 你还杀他干嘛 就是为了抢人家的子女啊 美女 金国这些东西 所以项羽一开始就不懂得 怎么要天下 他就是要财宝 要美女就行了 项羽抢了秦国的财宝美女 把秦国一封为三 封在了三个人 才秦国称王 这就是今天我们还说 陕西是三清大地的由来 他封了哪三个人呢 就是投降他的秦将 叫张涵 司马兴和东西 这三个人有什么事迹呢 就他们带了二十万秦军 去投降项羽 和项羽把这二十万秦军 全部货卖 只留了这三个人 所以秦国对于这三个 出卖了二十万家乡 自己去的荣华富贵的家伙 是恨之入骨的 项羽把这样的人封在秦国 你想他怎么可能 带领秦国的军民 去挡住刘邦呢 所以在主书有道这一条上 项羽就已经远远的 输给了刘邦 历史再往上啊 我们再看 第一个非常有道的 能够领名于上 统一的人叫上汤 他盖了一个房子 挖到了一具 无名的尸骨 他装重的把它立脏 天下人都知道了 纷纷传说 说上汤对于死人 都那么尊重 更何况是对于活人呢 他看见农民捕鸟 四面为王 就下令啊 你只能为一面 不要赶尽杀绝 要留三面深入给别人 天下人就开始传说 上汤对于动物那么好 那何况对于人呢 这样当他开始真正 征伐的时候啊 去伐东边的 这些小的部落 西边的部落就有意见了 你怎么不打来打我们啊 当上汤去打西边的部落的时候 东边的人就有意见了 你们怎么不来打我呀 这个人人都盼着他来统治 这些部落 所以有道啊 就是软实力 刘邦有软实力 项羽全是硬实力 有道就是儒家的王道 是巨大的号召力 孔子 孟子家 王道和霸道的区别 说霸道需要大国 需要地盘实力 地方千里 甲兵十万 有多大的实力 你就霸多大的地盘 王道就不需要 小国也可以行王道啊 你得天下 汤以七十里 王王以百里都是诸侯小国 诸侯小国行王道 而得天下归星啊 孟子之年 对于我们事业小的人 也很有启示啊 王道不是王者之道 而是如何成为王者之道 诸书有道 要问一个问题了 你有没有 你的老板有没有 原文 曰 诸书有道 将书有能 天地书得 法令书行 兵重书强 世俗书恋 赏法书名 无以此之胜负义 意思就是 将书有能啊 诸书有道 我们刚刚讲过了 将书有能 就是比较双方 军事将领的本事 所以打仗啊 经常有这种情况 知道对方 打将很厉害 那个统帅 就坚决不打 不打呀 不出战 就是挂冕战牌 然后派间谍 去买通对方的宠臣 离间他们的军臣关系 然后再把这个将军给调走 再换个笨蛋来 然后一战而胜 这是古代打仗 经常出现的情况 天地赎得 就看啊 这个谁得天时地利 就像俄罗斯去吞并克里米亚一样 打乌克兰一样 俄罗斯占尽天时地利 美国欧盟你只能干凳呀 你人家太远了 你没法打 法令书行 曹操注解叫 射而不犯 犯而必诛 也就是射了法令 就不会有人犯法 那如果你犯法 就一定要诛杀 所以他留下了一个 麦田歌虚的故事 麦田歌虚就是 在行军路上啊 这个曹操 军队行军路上 正好是麦子收的时候 他下令啊 如果你踩坏了麦田 就要被斩首 结果他自己的马收惊了 冲到了麦田里面去 那不能把自己给斩了吧 他是一国统帅啊 于是他就拔剑 把自己的胡子割了 以虚带头 在以前啊 这个身体发福受之 父母不可毁伤啊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把胡子割了 代替自己的砍头 这个罪过 法令就是法律条款 令就是行政命令 梅耀臣注解的是 叫其重以法 一重以令 兵重属想 这是杜牧注解的哈 叫上下和同 勇于战为强 足重车多为强 张玉注的是 车接马良 势勇兵力 闻鼓而戏 闻惊而怒 听到鼓声 雷鼓冲杀 他就很高兴 听到明经收兵 就很气愣 士足熟练 这一条和兵重属将分开 讲他有意义 人的肯素性很强 正常人经过训练 都能从事专业的工作 如果你一辈子只干一件事 你就能成为世界级的专家 只要这个训练好 每个人都能成为世界级的专家 要有这个意识 平时多流汗 战时少流血 这是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话 所谓的特种部队 特种部队也不是超人 而是训练 他投入巨大的资源 给他们来进行训练 要去拿执行任务 能找一个地方 把任务执行的这个规模 模拟出来 然后提前几个月 反复的演练各种情况 然后再去完成这个任务 熟练熟练 干什么事都得靠练 练成熟手就可以了 赏罚熟名 赏罚是一个大学问 可以说赏罚决定的战斗力 赏罚的关键就要靠两条 一条叫及时 一条叫恰当 司马法说 赏不于时 欲明素 得为善之利 罚不迁令 欲明素 毒 为不善之害 意思就是赏罚要及时 做好的事 这些利益 让他马上得到 做坏事的惩罚 要让大家马上看到 如果不能及时 效果就会大大成功 注解说 赏无度 则废而不恩 罚无度 则禄而不微 意思就是赏罚要适度 如果你赏罚无度的话 大家拿了你的钱 还不感激你 如果你滥罚无度 人人都恨你 你也没有了威信 这就是今天和大家来说的 损罪法当中 几篇 当中几句话 今日原文是什么呢 我们再回顾一下 罚者 屈至官道 主用也 凡此无者 将莫不闻 知之者甚 不知者不甚 故交之以 既而所其情 曰 主书有道 将书有能 天地孰得 法令孰行 兵重孰强 士族孰恋 上法孰明 无一子 只胜负义 我们下期再见